海贼王,愚人岛的红色正纹去哪儿了?它可能出现在路标岛阿尔巴夫。 我们知道成为海贼王的标志是找到One Piece,但要想找到One Piece就必须为要集齐四块路标历史正纹。 现在我们只知道三块的下落,左英国的洞穴里有一块,但高岛的宝物间里有一块,和之国凯多那里有一块。 最后一块的下落是未知的,但并不是毫无线索。 因为在26年前,罗杰海贼团曾导达过愚人岛,当时愚人岛上有两块历史正纹,一块是黑色的,记载了乔治博一的道歉书,另一块就是红色的路标历史正纹。 出现在漫画967画,等动画进入玉田船部分就会讲到。 但是在陆飞他们前往愚人岛时,这一块却不见了,它极有可能是当时罗杰团带走的。 它的去向有四种说法,每一种都建立在罗杰带走路标的前提下。 在世界政府这里的几率极小,但不排除可能性。 因为世界政府没必要争路标,天龙人知道大王国和空白一百里是那些事儿,他们是要掩盖。 关于拉夫德鲁,说法最多的就是它是大王国的旧旨,历史正纹记载的也是大王国的辉煌和真实的历史。 所以如果世界政府能够得到一块历史正纹,那就能阻止很多人找到拉夫德鲁。 因此四皇们这么强大,但没有一个人能成为海贼王就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前往拉夫德鲁的路。 2. 阿尔巴夫 和之国是海贼王的道出第二个篇章,所以留给草帽队的时间不多了。 和之国之后应该就是路标岛,这个路标岛极有可能是阿尔巴夫,因为他缺一个故事。 草帽团在小花园的时候就知道了阿尔巴夫的存在,然后在大妈的回忆里阿尔巴夫也出现过,北田还给阿尔巴夫安排了一个洛基王子,他还没登场,所以阿尔巴夫那里是需要收一条线的。 正好大妈还要和路飞搭一场,只要追着路飞去到阿尔巴夫,这部分就能有个收尾了。 2. 罗杰和路飞走的是一条航海路线,所以他肯定也到达过阿尔巴夫,把历史证文留在那里是说得通,可能性也比较大的。 3. 红发 红发以前就是罗杰船上的成员,所以如果是罗杰带走了渔人岛的历史证文,那他肯定知道他去哪儿了,因为他只是没有登陆拉夫德鲁而已。 红发这么多年飘荡在海上,很有可能已经夺得了这块路标,他做事非常神秘,没有人知晓也是正常的,如果这块路标是在红发手里,那要如何转移到路飞手上就有的说头了,说不定能把红发身份那条线一起扯出来。 4. 黑胡子 在黑胡子手里倒是没什么依据,但在他那里也不突兀,因为关于渔人岛那块路标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,放在任何第一个地方都是有可能的。 5. 而黑胡子又野心勃勃,肯定会寻找路标,所以落到他手上也是合理的。 5. 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,你觉得渔人岛那块历史证文会在哪里呢?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。 5.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6.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 6. 再见。 7. 再见 7. 再见 8.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